当然我希望它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表格 所以我的写法其实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做 第一个阶段就是说 当然你如果对于那个回圈不熟的话 你一次两个回圈其实负担会比较大 一下可能写不出两个回圈 而且比较容易出错 所以我的习惯是先做什么 先做那个纵向的 如果第一个你可以分两阶段来做 第一个是用for i 先追的话预设值等于1好了 反正我是直接输出一个纵向的 那i是前面的那个 前面叫被乘数吧 后面这个叫乘数 所以前面i的话就把它输出1到9 中间这边追的话 这边都是追 这个后面的值就是他们两个相乘的结果把它输出 所以我的写法第一个 当然因为这是自串输出 所以我就产生一个s的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预设值等于空的 空自串 然后再来的话呢 一样for i 我只有特别说因为只有纵向一栏而已 所以还不用考虑到 那个很多栏 只有一栏 所以这里的话呢 一样for i 等于1到9 然后呢 串接的话呢 s 其实s加等于 就是s等于s串接后面的东西 那所以呢 我这边的话是什么 先前面是一个i 所以把先转型之后串一个x在中间 乘上什么呢 乘上j 那j的话呢 他现在等于1 所以他永远输出都是1 串接一个等号在这里 然后呢再串接一个什么呢 两个相乘最后的结果 因为呢我需要换行 所以呢我这边就再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换行符号 ok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因为我是用串接的 所以不会像printer printer是他每输出一个就换行 每输出就一个换行 那当然如果你直接怎么样 刚刚有同学问说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这里面的东西 不要经过s 直接就丢到这里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如果你把它直接丢进去 就不用那个换行了啦 那只是有的时候 有时候习惯上的吧 先串起来 全部串完之后一次输出 这样感觉好像比较习惯啦 逻辑性也比较可以理解 那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不要经过s 也一样可以把结果输出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阶段性啦 所以先输出这个 应该可以理解 第二个的话呢 再来输出什么 输出追 那追的话实际上我输出的话 就是希望什么 横向的 刚刚纵向的一栏 现在横向一列啦 其实这个概念跟那个e-sale里面的概念也蛮像的 e-sale里面纵向的栏 横向的列嘛 那如果输出的话横向 那你会发现呢 会变化的就是后面这一个 后面这一个 有没有 所以前面的i的值都固定了 所以呢我这边一样 i等于1 1给它固定的 那一样啦 所以你会发现从前面的这个module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改一下 追 在1 在1到9之间 一样输出 一样输出 所以这个固定 然后也是一样乘上追 追会改变 最后结果 差别只是最后面这一个刚刚是换行 可是现在因为我希望它是定位点 TAB啦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反斜线T 你会发现哦 这个地方就帮我分隔开来了 分隔开来了 OK 好 那最后的话我需要怎么样 把这两个把它合并在一起 最后关键点哦 所以如果你刚刚这两个OK之后的话 我想第三个你要改也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再来就把2和2为1就OK了 那需要改哪些地方呢 当然上面这个i等于1跟j的一定不用 所以我把它两个合并在一起的话 上面就不需要i或j的预设值了 因为它就要跟着变动了 那差别只是怎么样 把j的这个回圈摆到下面 然后呢再下一阶 那实际上呢就把刚刚的东西怎么样 就全部把它搬过来 实际上就拿那个什么 拿那个j的那一行 把它搬过来 放在这里就OK 因为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差别只有在哪里呢 差别只有在最后跑完之后 我记得后面我有再加一个这个换行符号 为什么 因为我每跑完一列之后 我需要换行 所以如果说我没有加这个换行符号 在最后当这个回圈跑完一列之后 换行的话 这边的话会出现什么 出现它全部串在一起 如果这个没有把它加上去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会变成这样子 它就会一直往这边过来的 它不会换行 那要怎么样让它换行呢 基本上就是当它这个 特别是内回圈跑完之后 加在这里 而且特别注意 你不能说你加在前面这也不对 加在前面变成最后 连外回圈跑完之后 也这样没有用嘛 OK 记得一定要加内回圈跑完 意思说一列跑完加一个Enter 一列跑完加一个Enter OK 把它串在一起 过头了 在这里才对 这样的话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呢 就会是我们最后要的结果 OK 当然书里面也有书里面的写法 书里面是用那个format 它有用那个persond 就是整数 然后甚至你可以要几个字 也可以 也可以先做格式 不过我觉得 好像似乎 没有比较简单 所以用这种写法稍微 单纯一些些 而且也延续我刚刚之前讲的东西 所以请各位这个部分 就会怎么样试试看 另外的话 再来的话呢 如果这一题OK之后 再延伸变化题 因为一直都在变化 你要一直想问题考自己 如果每次考你的题目 你就可以马上想出来 而且正确的话 那恭喜你 那以后怎么写都对 如果你想都想不出来 或者错误百出的话 真的就会有问题 OK 尤其是回圈 以后你程式会有bug 都会出在这里面 只要有小地方不对 就会有出错 所以待会呢 这一题如果做完 同学可以试试看 我们在云端上面 还有那个延伸的变化题 这个下一个 输出三角形 请各位看一下 那当然答案在下面 不过你不要卷下去 你就到这边就好了 OK 你就自己想想看 不要说一下要急着看答案 你先想过 如果想不出来 还是再想一下 一定要想出来 经过思考才是你的 OK 所以底下这个是1到20 我忘了几颗星 好20颗好了 第一个是1颗星 最后是20颗星 那也就是第一次写一颗星 2、3、4一直到20颗星 这地方要怎么做 不过这里特别之后 也是需要两个回圈 一个控制什么 一个控制他跑几次 一个控制他应该输出几颗星 那不过还有更精简的方法 两行程式就输出了 不用两个 不过这个慢慢来了 因为这个有很快的解法 也有比较标准的解法 标准解法可能要两个回圈 但是我精简的解法很厉害 两行程式就搞定了 就跑出一个三角形 另外的话呢 如果要考你呢 现在是正向的 由多到少 如果反过来 欸 由少到多 有没有办法 如果可以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是OK 没问题了 好 试一下 久守栅树表 如果已经做完那个 久守树树表部分的同学 欸 可以试试看哦 把那个星号输出 三角形的部分 也试做看看 那当然这做法蛮多的 如果你能想尽量用自己的方法解 因为你想出来那个方法 你自己一定也是最熟悉的 特别是尘世一定要有自己的味道 如果不是你都尘世说真的 以后你要维护也很麻烦 是你的东西一眼就知道了 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说真的你怎么改都还是不是你 你就觉得这根本就跟我不相容 所以特别是注意 这个部分尽量还是自己想过 像九九八表 方法很多 像刚刚同学有参考书上面的那个解答在OK 不过也许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或者你最更习惯的方法 试试看